R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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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哈 我是莫樂樂 歡迎回来我们的空瓶大厦 是的,很久很久没有做空瓶了 有一年吗? 每次我都想做空瓶 然后大家都推更其他的节目 必须得做空瓶了,为什么? 要扔拉机 我们就专门把所有的护肤品、美妆品类的 就用在脸上身上涂抹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合在这一集里面 这些不是你的空瓶吗?我家还还有一个 這邊是我空瓶的三分之六,還有三分之二 可能你的皮長比較開,要用這麼多東西 那如果最近你想穿著雙十一 入一些秋冬的護膚好物的話,就請繼續看下去吧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踴躍地為我們點贊,轉發,熱鬧,得逼哦 如果可以發現,也關注我連支持我們節目做下去的最大動力 那秋冬將至,隨著天氣逐漸變冷 房間裡面暖氣,空調的使用 我相信大家對護膚品的需求會從夏日的防曬保濕 到秋冬的滋潤,維穩,修護 接下來給大家說一下比較適合秋冬的一些空瓶 都是偏向滋潤罐的 先給大家來看幾個我用空的洗面奶 Elemes和這個來自於Olivana的 這個不用說了吧,Elemes應該已經是我空的第五罐還是第六罐了 超級超級無敵好用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洗完臉之後能感覺到臉是被洗過的人 你喜歡有明顯喜感的,就要去用它 它吸血率是很強的,在我這個混油皮的臉上 我覺得還是能感覺到皮膚被清潔得很透徹 但同時我也把它給我乾皮的朋友使用過 用完之後也不會覺得拔乾 是一個做法能力非常長的產品 然後來自Elemes他們家招牌的這個古膠原系列 推薦給大家,基本上80%的人都會喜歡 然後這款之前在草單裡面給大家推薦過 就順帶就推薦過 來自於Olivana的這一款 蘋果,啊哈,風,洗面,水 對的,它是一個氣泡瓶,裡面是液體 然後當你按這個笨頭擠出來的時候 它是泡沫 對的 所以它其實裡面的容量可以讓你用很久的時間 然後它這個非常好聞的一個蘋果的香味 我覺得很適合乾皮 而且它也很適合年輕的肌膚 如果你是一個學生黨的話 這個洗上去會非常的溫和 因為這一款是Olivana的創始人做出來給他女兒使用的 裡面所有的都是來自於植物的純天然體取物 非常的安心 所以這兩款是我最近用掉的兩款洗面 然後我也用掉了一支Olivana的潔面 Rose Water和 Camomail 它是一個Queen Cleanser 它會比那個正常的更溫和 我覺得很適合一個敏感肌 或者是乾淋皮 它的這個清潔力就是非常的弱 這個清潔力還挺好的 就是我這樣的全妝 當我用好那個卸妝膏之後 我再用它洗一遍 我覺得是挺乾淨的 這個我覺得很推薦給你不化什麼妝 臉上就塗了一些防曬霜的 卸一下防曬霜 而且不起泡 就是非常的溫和 我覺得很多人到秋天會乾淋 或者說皮膚不耐瘦 可以考慮一下Olivana的潔面 然後說到潔面 我這邊用了都是大瓶的 這真的很好用 這個我也在用 然後就是almost空瓶 在這裡了 要把它反過來 這是自然哲理的三合一的卸妝 它可以輕鬆的卸掉你的防曬 而且很溫和 它是一支暗基酸解面 這個價格也很划算 我們買的是472毫升 大概能用過大半年三個月 就是挺好用的 推薦給大家 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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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Fresh兩支大豆解面 也用光了 我先用了這支 然後覺得很好用 就入了這支 這支多少毫升 400毫升 也夠用完了 我現在用的也是這支 剛剛說了Elemes 然後我就用掉他們家一支 古膠原的卸妝膏 很好用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還是這個點 就是如果在國外的話 或者說你喜歡歐美卸妝膏的話 什麼Elemes啊 MRDV啊 就是你就挑戰用哪家就用哪家唄 推薦一些國產的卸妝膏 我原來很好用 來自楊文動物園 三罐紅瓶 但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我更喜歡這個牛油膏 沒錯 這個更好用 所以我現在都買唄家這款 就相比之下 我覺得這款 就是用十次裡面 可能有一次到兩次 會讓我覺得有一點點虎眼睛 但是這款完全沒有任何這方面的問題 我是覺得它這個高體更硬一點 然後我也發現了一家新的卸妝膏 也很好用 VAA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一個國後之光吧 對 也沒什麼特殊的氣味 是一個很天然的味道 對 你噴完水以後 秒線 真的是秒線 然後這兩款我就覺得性價比最高 就推薦給大家去買 好嗎 我來說一下我採雷的吧 那代表的就是泥膜類的 然後我這邊有三款泥膜 都是我很喜歡的品牌 但是我都用沒有完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沒有那麼髒 蛤 需要用到泥膜的這個程度 第一個是那個ShadowTuber的這個Ritual II 這個泥膜 還有一個就是Evilone的這個 紫舊面膜 當然Evilone的紫舊面膜我很喜歡 那我送給你吧 你為什麼不喜歡它 因為我覺得我不這麼長鬥 而且我也沒什麼黑頭 我也沒有什麼白頭 它紫舊面膜我很喜歡它 它點是在於用完第二天 你能看到你整個臉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就會在比較重要的場合之前用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Oliviana Detox Marine Mask 清潔的面膜 我也真的有在努力的使用 但是我真的對泥膜愛不上 這個泥是用來做陶瓷的嗎 Oliviana也不是所有東西都好用的 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對,我覺得更適合大油皮 就是大油甜去使用 你每次用一下吸附一下臉上的油脂 然後我最近又用完了一個Royal Fun的面膜 全部都用完了 然後這個面膜如果你是不喜歡泥膜的話 這個面膜應該會讓你很喜歡 它連那個面膜的質地都水噹噹的 很像一個豆腐的質地 對的,然後上臉之後 用完之後的效果也是整個臉水噹噹的 這個就是可以讓你的皮膚得到舒緩鎮定 很適合就是都市綠人 用完之後整個皮膚的狀態也是肉眼可見的非常好 那再給大家說一下我用掉的幾款面膜 都是塗抹式的 然後貼片式的我沒留 因為不太好留 一個是來自於國產的品牌 叫施膚裡吧應該是 它是一個比較偏滋潤的偏維穩的面膜 我其實臉上不太會出現一些狀況 比如說換肌或者睡途不服 但是一旦有這種情況我就會用它 它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面膜 它主打的就是修復 以及一些滋潤、維穩 我覺得還挺好的 先給大家說一下這個 這個真的是 我這裡也有兩瓶 MZ Skin的黃金聖太面霜 我用空了兩瓶rich 用空了一瓶light 我用空了一瓶light和一瓶rich 然後我覺得就特別好用 我們用MZ家的面霜 用到後面可以疊多米諾骨牌吧 還有 眼酸 眼酸的小小罐 它主打的就是聖太和累人類蛋白 然後我用它來感覺就是膨 因為自己是混油皮 所以用來感覺剛剛好 今年秋冬是來找一款真正有效的 看見效果的面霜的話 有強烈推薦他們家的面霜 我最近又空瓶了好幾罐 他們家的陽胎素睡眠面膜 之前也給大家推薦過 它主打的成分顧名思義就是陽胎素 很適合已經到來的秋冬 在家歲月靜好的 打開你浴室的水龍頭 把水溫調到41度 一定要41度吧 一定要41度 然後放滿整個浴缸 把自己浸泡在裡面 浸泡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這個陽胎素面膜 給自己做一個美美的面膜 在泡澡的時候用它真的是一絕 感覺自己整個人得到了好好的呵護 它是適合在這種時候用 不是時光周大混戰的時候用 時光周大混戰我還是推薦 直接上狠的吧 從這個空瓶可以看出 最近我們混戰的不少 剛剛這空瓶的幾罐 黃金盛泰面霜 如果你覺得它們還不夠滋潤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你要試一下這個陽胎素面膜 因為它擠出來是那種奶酪質地 質地還挺綿密挺厚實的 是一個比較乳酪的質地 對,這偏厚的,很像面霜 它不是那種清湯寡水的 那種稀溜稀溜的 稀溜稀溜的 它給你抹上以後 是有厚度的 不是那種透明的 沒錯,你看 抹上手以後 明顯你能感到它這個東西是有存在感的 敷完之後你能感覺到它是變成了一個油狀之地 然後一般性我是沖涼完 把自己泡進水裡 然後敷上這個面膜 你能感覺到它就隨著整個空間的水蒸氣 在發生著作用 敷完之後你可以選擇把它洗掉 你也可以選擇直接用現妝棉擦掉 然後再去塗抹面霜 姐妹們,第二天你就會發現 之前你乾扁辣黃的小臉 就彷彿做了熱力普拉提 嗯? 只有兩個繩子從這 嗯? 吊起來了 對的 非常適合混乾乾皮的姐妹 我知道有很多貴婦姐姐 可能皮脂分泌沒有那麼的旺盛 特別需要這種滋潤性的產品 我覺得這款面膜你應該是會喜歡的 如果你是個年輕的女孩子 冬天還能臉上滋滋冒油 還能貼兩片杏鮑菇 煎一下的話 煎出嬌香的口感 那麼恭喜你啊 請你好好地去珍惜 現在臉上還能冒油的時候 以前我也是一個很油的皮膚 但這兩年高強度的工作下來 我覺得好像也沒那麼油了 所以你在走向復佛的階段 哈哈哈哈 皮跟上了 錢包還沒跟上 哈哈哈哈 不過據說啊 這個陽彩素 因為最近太火了 哈哈哈哈 就全球陽彩素供應不足 所以大家今年買到的陽彩素產品 估計就是最後一瓶陽彩素了 面霜啊 逃不掉的 永遠會出現它 牙齒蘭黛的花金翠 逃不掉的藍蔻 精唇 還有一個小罐子 出去出差的時候用 還有一個這個 我挺喜歡藍蔻的 我覺得就是 哇 他們倆 最佳 一個歐萊雅 一個牙齒蘭黛 但是又長得如此的相似 我覺得他們倆應該就是最打吧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 平時我不知道買什麼的時候 就是這個藍蔻 然後雅士蘭黛這個呢 我覺得它提升的效果特別好 不想打熱麻雞的話就用它 它可以把你的皮 提拉到不動刀的最高極限 我覺得藍蔻其實是在一個 複製上給你一個很大的改善 對 就很潤 各有各的好處 但是像這個雅士蘭黛這塊 我通常是會在 春夏秋 是可以用的 但是冬天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薄了 它有一點薄了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的臉變乾了 就之前我在那個冬天用 我覺得是OK沒問題的 但我現在就是 秋天的第一絲風吹在我的臉上 我的臉就迅速變成混乾 所以我最近在用的面霜 就開始轉到了 就非常注重滋潤的 深層滋養的這種面霜 很適合冬天用 然後給他推薦一款 最近在用的 BINAT的面霜 BINAT這個品牌 之前已經給他推薦過了 給他推薦了面膜 那段面膜我已經用完了 然後這個面霜 我用下來覺得真的 如果你是沙漠皮 混乾皮 乾皮 貴婦皮 你肯定會喜歡它 它的主要工程就是 超強的抗氧化和抗衰 而且它是一個貴婦面霜 皮膚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是不是就特別需要滋潤 是的 然後BINAT上次給大家介紹了 就是一個德國的護膚品牌 德國品牌就是不講故事 只講成分 就這麼一坨 你可以塗全臉 因為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然後我會拿出一個面部的精油 你還要油 我要 就油你第一點在上面 對吧 我平時會滴一整個滴管 但是我手上可能承載不了那麼多油 它可以把整個略顯厚重的質地 完全的變得柔軟起來 我這樣子操作了一周之後 我的臉就從快要退皮的邊緣 又變得平整如形 到了冬天 女人真的需要一些油的 哈哈哈哈 這款面霜我也有 但是這個面霜我真的 作為一個混油皮來說 我真的只敢在秋冬用 但是我媽特愛油 就給我媽油 我媽特別愛 真的挺好的 而且大家不要怕加油 你可以去試一下加一點精油 會讓整個質地更好推開 然後上臉會更舒服 而且它整個滋潤的功效 我覺得是更加事半功倍的 然後它這裡面的鋼鐵 我不知道視頻上面能不能看見 它裡面是有真的黃金的 嗯 是粒粒的 金箔 熱眼可以看見的 對的 然後它裡面最主打的一個元素 是最強的天然抗氧化劑 蝦氫素 它的抗氧化能力是 維他命E的14倍 維他命C的65倍 就你狂吃65個檸檬 可能還沒有 這個理解 誰能辭聚 什麼都來吵到吃飯 是中國人了 很推薦就是需要維穩 修護 就是乾抿滋潤的一些小可愛食用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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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潤 注意我的用詞 非常非常非常 看我剛剛除了手 我能感覺到整個手的肉軟了很多 對 假如我要去北京 北方我可能會戴這款麵霜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惠蘭娜黑蒙帶的空瓶 我覺得我還挺喜歡的 因為它很適合毀優 也不遜也抗老 但可能這個確實就是 滋潤度不夠 但是控油度挺好的 滋潤度不夠嗎 我覺得挺夠的 你覺得它和那個白納有更滋潤 對啊 就是它可能就是 秋冬的時候 你要是在南方我覺得OK 你要是去北方 可能是有一點點弱 就裡面再加一點精油 所以我都是在春秋的時候用 但夏天用後會有一點點厚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用掉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看起來那也是可以無腦回購的一個面霜 這些我都是 如果不知道你用什麼 然後你去一下店裡 看到這個就買這個 看到這個就買這個 要是那個要趁著雙十一 給家裡長輩給媽媽買的話 就這些我都不會錯 如果你給媽媽買 我真的很強烈推薦白納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很滋潤 肯定是能滋潤到你的媽媽和奶奶 然後給大家說一下眼霜吧 眼霜的空瓶 空了兩個椒蘭 我發現好像我對椒蘭也沒以前那麼愛了 我發現沒有我年輕的時候 可能五年前用椒蘭來的經驗 可能已經達到她的一個天花板了吧 皮膚有一些耐受 我用完這兩個眼霜 會覺得椒蘭的眼霜對於我眼霜好像有一點點黏膩 怎麼說呢 我會推薦年輕的人去使用它吧 蛤 有一點黏膩的感覺 不是應該推薦皮比你更乾的人去使用它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用大概五年前 我用它 我覺得效果非常好 非常驚豔 然後我現在再用完它以後 就覺得沒什麼效果了 可能再幫你維持吧 就是我的實話 對 真正有效果的是 像MZSkin的眼霜 對 對 我覺得好像我和陽太素更合一點 和蘭花不太合 MZSkin的眼霜 我用它這個塗過臉 我覺得效果和面霜和精華在一起 在一起疊加差不多 所以更推薦用精華和面霜 好吧 大家說調來有點黏膩嘛 然後我就想找一些不黏膩的眼霜 然後品牌就給我了這個 BINNAD的奇彩眼霜 然後我用下來以後覺得 刷 真的是刷的一下 吸收特別快 它很好推 它給你看一下 它這個質地也很像一個起司 上手是潤潤的 哇哦 這個眼霜可以從這延展到這 對呀 這一整片子服 就不拉扯眼下的皮膚 就是我覺得這個黏的眼霜 有時候就是用上手會覺得有點拉扯 有點阻力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它這裡面主打的是 重組肌膚蛋白的一個神經血氨和抗糖化的核歡術提取物 我用下來以後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像我說的那樣 就很好推開 就是絲滑 第二個是它對於熬夜之後的眼周暗沉的效果非常明顯 如果你有嘴角暗沉或者是鼻翼暗沉 我覺得就是你戴的時候就稍微戴一下 就法令紋這邊也戴一下 對呀 然後它這邊體驗了以後 你的法令紋就顯得沒那麼深 它上臉後有一個非常神奇的感覺 有一點像我塗那個揉揉糞的那種感覺 就是上臉後會有麻麻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可能原理是那種塗抹式的那種肉毒的感覺 我感覺是 它可以控制你表情 就是比如說原來是扯這麼大 但塗抹一共只能扯這麼多 從而減少你新細紋的產生和老皺紋的加深 就是它白晾兩樣都能用嘛 如果你要提升它的使用感的話 我覺得建議就是給你放冰箱 然後第二天你就是早上塗的時候 就有一種有這大記憶的效果 就感覺你的眼周瞬間被收緊 接下來給大家推薦一個我最新發現的一個品牌吧 是我去打臉的美容院告訴我的 它叫做Meso Aesthetic 那種就是院線級的這種品牌 但最近我看到在小柏樹上面很火 然後他們家有一個很火的 就是一個急救護膚的一個組合 就是三部曲 超級火 然後在這邊給大家推薦一個 我最近用下來覺得很快捷 但是有效的一個產品 它主要針對的是你臉上色素沉澱的問題 那為什麼色素會沉澱呢 你遭受了來自太陽的污染 直射照射 我不管 它讓我產生色素沉澱 它就是污染 防曬沒有做到位 它就是當你出去曝曬的時候 你要持續的塗這個東西 它可以抵禦紫外線的侵害 它能最大程度的去抑制 當你遭受太陽直射的時候 你底層肌膚的一個黑色素活動 所以它可以讓你整個皮膚 處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做完激光之後 你知道是不能照太陽的 基本上是推薦你在三天到五天之間 都不要去照射到太陽 然後醫生也推薦 我是用它來當作一個精華 他推薦這個就是替代你 做完項目之後的所有精華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有出門旅行 你知道這個地方肯定會曝曬 你戴一段這個 如果你覺得我平時沒有做那麼多皮膚管理的項目 可能這個對我來說就是有一些雞雷 那我推薦你這個 這個是來自同一個品牌 它是一個防曬棒 它裡面轉出來像個固體膠一樣 它是給你補防曬用的 然後我現在一直拿它補哪裡的防曬 就是補在我長痘痘的地方 我的痘痘會反復長在同一個地方 是因為那塊皮膚下面有炎症 那其實你平時出去遭到太陽的這個照射 會加重這個炎症 然後當你有一顆痘冒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的防曬沒有做好 這個痘就會比較難消掉 大家知道平時用的這個防曬 它基本上就可以持續兩到三個小時了 後面是要補的 如果你不補的話 你皮膚等於是在裸曬 他推薦就是你不化妝的時候去補 因為你知道噴霧那些其實防曬的能力沒有那麼那麼的強 它是一個就是這種膏狀的 然後直接就把它塗在你有痘痘的地方 直接就這樣子塗 然後隔兩個小時塗一次 隔兩個小時塗一次 真的有用 我一開始不相信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 我一開始真的不信 然後就是之前我比如說冒出來一個痘 我可能要等到三天四天 它才會成熟 然後別掉 然後我就是塗它 用它之後 我基本上就是第二天 可以肉眼可見那個痘再往回收 是因為這個防曬的用 對 就是做好防曬 你的痘痘會很快的消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有用的 而且就這麼小一個 然後再說到防曬 還有兩個我用完的防曬 一個是來自於Olimana 上次給大家推薦過 這個防曬我覺得真的還挺好的 如果有去買的時候 也可以在彈幕裡走一波 告訴我好不好用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用掉的 是來自於Dior的這支防曬 我覺得這個防曬很好用 超級好用 我愛上它 很好用 而且它的味道很好聞 是那種Jasmine 它這個質地你上臉之後 感覺像在擦面霜一樣 很滋潤 對 然後也不會有任何那種 沉膜之後黏膩感 什麼都沒有 然後後續上妝也不會打架 這個真的很好用 這個很適合你日常 比如說你是做辦公室的 因為它SPF30 也沒有那麼硬核的防曬 但是同時 它給了你非常好的使用感 我找到一個超級細的一個噴霧 來自於MJSKIN 它的噴頭極細 就很細很細 就吸到什麼樣 就是我這樣噴臉 不能被它這個水嗆到 就是一個保濕 然後它裡面應該就是剝兩酸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噴霧的 就是在護膚之前 是喜歡噴一點東西 或者說化妝之後 就覺得容易起皮 想噴一點東西 非常適合它 它不會破壞你的妝 就像一個煙一樣飄在你臉上 再給大家 我也不知道這個 好像國內也沒有吧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精華 這叫Magic Serum 如果你的城市能買到的話 如果你在網上能找到的話 就強烈推薦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滋潤 我就一般上霜前會用它 混在面霜裡面 通常起皮或搓你的妝前就不會了 化妝前抹一點在臉上 整個臉就是神采意義 那接下來就給大家推薦一些洗戶類的 頭髮 頭髮 就是毛 然後我最近發現了一個特別好用的器具 就是叫Manta的這個梳子 對 原因是它可以震動和防水 這樣就不像什麼震驚的產品 為什麼叫Manta呢 因為它這個形狀就很像一個魔鬼魚 Manta不是說魔鬼魚嗎 Manta 那這個Manta設計的初衷 是因為一個英國的美髮師Tim 為他患癌症的妻子設計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經歷過癌症 放化療之後你的頭髮就會掉了 然後就會長出新的頭髮 但長出來新的頭髮會比你之前的頭髮更加的細軟 買之前就覺得它的形狀挺特別的 然後我覺得就一個梳子你還能怎麼樣 就是一個梳子 但是就下來以後我真的被驚艷到了 就是我跟大家慢慢說 第一個它是那個硅膠材質 就是很柔軟 然後呢 很神奇的是 我以為它會產生靜電 就是它不會 它沒有靜電 然後呢 它因為它就是硅膠材質 它是個軟的 它是一個面 這樣給你梳下去 完美切合那個頭皮 頭顱這個曲線 而且它的這個軟硬塵都是根據你自己來調整的 嗯 一梳的時候是一大片的感覺 一大片梳下來 然後因為它梳一大片 所以你就不需要重複梳很多次 就減少了對頭髮的拉扯 基本上一兩下 就比你之前整個都梳得到了 就是好很多 很有效率 第二點呢 就是我在彎折的時候 我會自己的這樣梳 我會這樣 哦 這樣梳 我覺得其實可能更適合女生 因為女生長頭髮嘛 然後頭髮容易打結 這樣梳會讓你的頭髮減少拉扯 真的呀 按好神詞的梳髮起源 它跟其它梳得比較下 梳是一面給你這樣梳下來 它是同時兩面給你 噓 這樣下來 梳完的就這樣好順啊 第三點是它是軟的 是防水的 它是軟的 你就可以放在包裡面 隨身鞋帶 之前買過很多的貴梳子 木梳子 但是它們都是硬的 旅行的時候很容易斷掉 就很尷尬 然後呢 在家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木梳子放在那個檯子上 檯子上有水 那個木梳子 吸完水以後 完蛋 整個就變形 開裂了 所以很多好用的梳子 其實你只能放在一個乾燥的環境 就是你洗完頭 然後你去梳它 但這個就是你乾式兩用 就是你有一些護髮素 或者說一些頭髮的矯正的一些產品 你就可以用它上 它是洗澡之後也可以用 你就把護髮素擠一坨在這邊 然後你把它疊起來在你的髮位 哦可以 然後它也比較好清理 官方宣傳可以給家裡的小朋友 以及女生接髮都可以使用 因為它不這麼拉扯 但是我又沒有接過髮 我家裡也沒有小朋友 所以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嗯 最後一點 神奇的來了 它是可以震動的 哦 就是我是會放在我的書桌旁邊 以及我的包裡 彷彿在做頭皮按摩 對 它有兩個檔位 它號稱有脈蟲 特別特別舒服 特別舒服 很像那個腦頭皮的那個神奇 但是它的那個衝擊會更強 我覺得就是每天上下班的時候 梳梳頭 或者工作中遇到傻逼的時候 你梳梳頭 整個人真是輕鬆很多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很愛很愛梳頭 他就是跟人吵架說的書桌 真的一點不誇張 你認識他 他就說 Excuse me 他包裡面就隨時放一個梳子 然後他的頭髮就多到 頭髮確實多 是我們朋友圈的髮料黃者 他頭髮就多到恐怖 就多梳梳頭髮好吧 就是凡事 遇事不決 多梳頭髮 然後給大家來說一下 我最近用完的洗頭水吧 首先 這麼大一罐 什麼 啊 不是高姐 不舒服 已經我那個 已經用掉的第三罐了 就是好用 沒有任何可說的 我的糟坑氣 而且人家又便宜 確實挺便宜的 雙心 相信他們又會有什麼買一送一 之類的活動出現 大家去蹲一下 這就是淡淡的一股蘋果味 而且Girl Gorgeous 起泡其實蠻豐厚的 之前我都是搞一坨 然後直接就搞到頭皮上面 後來我看到就是有專家說 那樣子對頭皮其實不好 你看就是急坨在手上 你要給他抽出泡 泡之後 然後再去洗頭 而且盡量就避開那個洗髮筆 直接接觸你的髮根 對 然後我就是重新調整了一下我洗頭髮的方法 我發現就是照樣可以洗得很乾淨 然後很省洗髮水 挺好的 謝謝專家 這個真的是超級難用 然後另外一個Royal Fun的這個 沒有它那麼難用 這個用的巨塊 超級無敵快 但是洗感非常非常好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用的快 其他沒有缺點了 洗感也好 然後洗得也乾淨 然後頭髮油的也慢 那有我這支用的快嗎 120毫升 這是我不推薦任何女生用它 除非你是寸頭 一個月半個月不到 就差不多可以用掉一瓶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是真愛 真的好乾淨好舒爽 好不起泡 怎麼說呢 如果你覺得你不下錢 然後秋冬你頭皮是比較乾的一個人 然後你頭皮沒那麼油 就推薦給大家一個使用 它是一個很乾淨很自然的感覺 但是也有人有不好的反饋 咱們也不能選擇好反饋 有人不好的反饋 就是說用了這支Leo Guerrero 和Crystal Rubin 用完以後就頭皮血很多 因為它是一個油頭 因人而異吧 只能說呼吸因人而異 我用上來是覺得很好 然後再給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我用完了一支卡詩的精油 那上一次的節目裡面 我給大家推薦的是西思黎的精油 然後西思黎的相對貴一些 我覺得性價比的話 還是這支比較好 這支比較潤 油比較厚重 它們倆到這個價位 我覺得效果差不多 西思黎的油更清 更好吸收一點 這個油更香更潤 就是這樣 我覺得更推薦這個給女生用吧 挺好的 大概兩三磅 然後抹勻以後 開始搓搓搓 然後用朱棕刷來刷它 但朱棕的話真的只能乾用 適用的話 我已經換了好幾個了 適用還是推薦大家用這個吧 斜髮子刷 然後我這邊又空了很多眼珠子 好多人戴你的那個美瞳 對呀 很多人問我美瞳 總有人問我美瞳 我不戴美瞳 我就戴在這個 你就是透明片 清透片 對 然後我就想說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詢問都比較高的眼珠 然後這裡面有很好用的 也有我比較採雷的 我永恆不變的 屬於我美瞳裡的造康七 來自於Moodie Moodie家基本上我都不咋會採雷 我是從舒適度上面來說 戴上都很舒服 然後我平時就是用的最多的 就是這兩款 右邊這個小橘盒是透明片 我現在戴的就是他們家的透明片 我們錄節目錄到現在也快四五個小時了吧 一點都不敢 我用的也在他們家 超級好用 很多歐美大牌都好用 我就多貨 然後他們家時不時的 也會出現一些喪心病狂的折扣 大家可以去蹲一下 而且他們家很好的一點是 現在它有外國的官網 我直接在英國偷的 它就給我送過來了 然後它這個是抗UV的 一個龜水凝膠日拋 所以我覺得挺好的 也有抗UV 然後它整個水潤度也是非常的在線 膠片棕 我覺得這個顏色也蠻適合我們亞洲人的 它是一個小棕環 然後是一個比較自然放大的一個款 戴上之後就是棕色的眼睛 比較溫和 然後又適合100%的所有場合 你無論是什麼場合 你都可以用它 美瞳的話 我是在小某書上面隨自買了很多 我覺得很好看的美瞳 然後用下來之後 這個品牌我挺推薦的 叫MURMER 顏色特別的自然 它是有混血款的 比如說我手上這個 這是灰色的 這個是藍色的 戴上之後就是會感覺 你的眼珠當中是有星光 但是你就算不化妝也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用下來感覺就是很舒服 就很舒適 沒有什麼義務感 然後之前大家問的藍眼珠子 問的很多的 就是來自於MURMER的這個 這兩個BODYKON 它的花紋很美 但是上眼睛 感覺我眼睛裡面進了刀片 很義務感 真的一點都不舒服 也是日泡的那個美瞳 這裡也是一個綠色的 這顏色真的很美 我戴這個美瞳 大概可以堅持個一個半小時頂天了 我發現真的美瞳還是國內的好 國內的又便宜 然後畫色又好看 然後又舒服 然後這就是大家最近一直在問的 那些美瞳給大家匯報一下 那最後呢 我們以一個定妝說尾吧 好的 講了那麼久 它就是Urban Decay的製造商 同款 裡面的內涵物是一模一樣 Urban Decay Makeup Setting Spray 的Buy Skin Dinaria 一定要買Bredle 為什麼 因為它就跟一模一樣 就是同源廠家 被你找到了那個源頭廠家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介紹過 然後我是怎麼用的 我覺得它的噴頭挺好的 我就把這個倒進去了 哈哈哈哈 Sender Skin Dinaria 天哪 而且這個用的真的超快 對 好的 是不是一個完美收官 是的 那說到Sender Skin Dinaria 我又說好的最後一個 再Quiz說了一下這個 Laura Mercier 又掉了一罐我 我覺得是好厲害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不好的 就是挺好用的 磨皮的感覺 而且它磨的就blending的很自然 然後你在開閃光燈 面對全球媒體 激色的那種刁鑽角度的時候 它不會臉上一倒白 但是Makeup Forever會有一些 它在夜晚開閃光燈的時候 所以就感覺這個會更適合一些 因為它這個粉是膚色的粉 挺好的 好吧 然後這個也沒啥好多說的了 這個 懂的人都懂 大家都在用 好了 真的是超長的空瓶分享 說的是口乾舌燥 感覺收藏這一集 可以反覆觀看十年 需要梳下頭緩解一下 不知道在本次的空瓶護膚品分享當中 大家有沒有找到自己的心意好物呢 應該有吧 那麼多 最後那個投影廠家都找到了 還有沒有做到的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吧 好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覺得本期節目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吝嗇為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幣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個關注 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我們去模仇了